蚂蚁集团招股抽紧资金,明显触发中港两个市场强势股回调,虽然金融股近期回勇一直托着指数,随着美国长债终于止跌,也不宜再寄予厚望,恒指应该转弱,何况美国总统大选在职,市场趋向审慎相当合理,要做好挨打准备, 却不能为了几个巴仙的波动过分敏感,在炒股不炒市的年代,真正重要的是注码及组合管理,事实上,不者持仓水平仍然偏高,内容就和几个月前大大不同,美股方面提高了价值股的比例,科技股则由大转势,避开罪人多势逼而超买的科网巨企,分散投注多家中小型企业, 港股方面却反其道而行,组合更加集中,依赖少数强势的大股,执仓过程中当然有得有失,整体而言尚算中规中矩,策略明确,又未见到有变阵必要,心态自然能够保持平稳, 执行细节之中,最难是判断价值,虽然说钱不值钱,股票应该要买,但不少人的确不投好过头 惨死在5G概念,资源股及银行股之上,即使不者被得过这批地雷,亦难逃内房及物馆一劫,到底是泡沫爆破转入红市, 亦或上有价值应该持有,事没有肯定答案,唯一可以做事控制住马分散投资, 不者价钱就买多一转内房,除非走势好转,否则一定不会再加,以免一个失误输得太多, 若小股更加容易输死人,股市并非善堂,平卖一定有背后原因,尤其是今时今日之金氾滥, 要看到别人看不到,看到极准才可以赢,由于股价低,一般人容易越跌越买, 变成重仓股导致惨败,虽然看来部分资金会重增长转投价值, 但绝对不容易捕捉,操作上不妨效法不者,有心水时先适可而止买一注, 到走势好转才追加,戒时只是清晰,动力向上,不用挨打得太辛苦, 早前的工业股便是成功案例,有时候买定离手也是好方法, 未来一周交头很可能萎缩,心度差容易忽上忽落, 太过紧张座不定只会一时看好一时看淡。 轮回在贪男与恐惧之间,倒不如死守核心组合, 再锁定下一轮目标,准备随时低买一注或者积极追上去便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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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